大家好,我是光头机电 这是一个废弃的实验钟 大家看一下 它上面的指振都掉了 像这种废弃的实验钟,一般的家庭都有 我今天就用它来教大家做一个有趣的电路 也就是一个 精准的一秒闪一次 或者两秒闪一次的一个电路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家庭那些废弃的东西比较多 在我们眼里看来 他们都是宝 对吧 这就是我们学习电子技术的一种乐趣 我们先把它拆开 我们只用到里面的这个主板 外面的这个盒子不要啊 拆下非常简单 这几个炉子拆开就可以了 再把这个盖子拆下来 再把里面这一个拆下来 这也不要 我们把它再拆开 然后把这里面的主板拿出来 拆开之后呢 这个齿能闪入一地 这种情况 我再装回去了 看大家有没有这种能力把它装回去 既然拆开了 我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里面的结构 以及它的一个简单的工作原理 我手拿的这个是一个小型的步进电机 它是实行中里面动力的来源 然后这个是主板 这是封门器 烙零用的 这个主板上面这个圆柱体 原件呢它是金针 是里面的一个核心原件 这个白色的是我们传输中的流石芯片 现在好像用的比较少了 这是里面的基本结构 我再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工作原理吧 它怎么工作的这个神钟 这个主板和这个金针呢 它们联合输出一个一秒一色的精准信号 这个信号呢就加到了这个小小的步进电机上面 这个电机呢不断的变化了它的磁极 它驱动这个泳车的转子 每秒转动180度 然后这个转子大动那个磁轮呢 进来控制这个秒针的磁轮 那么这个秒针磁轮呢 每秒的就转动6度 那么6度的话60秒就转满一周对吧 这就是神钟的工作原理 别简单吧 我们理解它的工作原理了 那我们利用它的这个特性 来制作一个精准的闪光电路 这是部件电机 然后呢这两个线就是它的输出线 我们先在这上面结一个发光二级管 看看结果 这是绿色的发光二级管 我们看上去 正极接红色的 副极接这个黑色的线 这个黑色的端子 原来它的工作电源是1.5V 这里面就装一些电池 那么1.5V的电压可能不能驱动这个 发光二级管对吧 那我们给它结个3V的电压 大家看 发光二级管 现在它这里是非常精准的两秒闪一次 因为它输出的这个 驱动信号它的正负极是变换的 所以如果我们在这里再加一个发光二级管 把它反接 那又会怎么样呢 是不是一秒闪一次的 我们接进去看一下 这个时候就精准的一秒一次 来 我们也可以用万一表看看它电压输出的情况 一会正极恢复对吧 大家看看得出来吧 用指针万一表来就看得清楚一些 但是它的摆动啊 副极摆动就不是很方便 我做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啊 这是指针万一表 我把它的档位打掉直流的10V 这个表盘大家看一下 它指针了呢 随着它的闪述 它指针会 颤动 往正方向 颤动的时候 它的幅度大一些 往复方向呢 它反不过来 是吧 但是还是可以看出来 只能往一秒 对吧 来 一秒一次 很精准 去了一个发光二级管 那么它闪述的时间是 两秒一次 所以我做这个实验给大家看了 并不是为了做这个实验来做 而是为了告诉大家 任何一个电器 任何一个电路 当你明白它的工作原理的时候 就算是一个废弃的一个物件 你也可以用它来做很多事情 比如像这个实验中 它的这个精准输出啊 我们可以用它做一些其他的电路吗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也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讨论 好的 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